来 小心 你们谁是这样 咋回来将老前砍啊 你们谁是这样 对啊 没这一部 电影《天下无贼》估计您看过 王宝祥饰演的傻哥 带着六万元现金坐火车 准备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 可是傻哥太火单纯 他不相信会有贼 于是呢 这份不设防引发了两拨贼 对钱的争夺 在江苏徐州有一位张女士 估计是看过这部电影 他带钱出门坐车 那可是相当警惕 全程在防着贼 结果呢 贼没碰上 可他的钱还是不见了 家住徐州的张女士 登上了从北京开往温州的 K101次列车 和其他旅客不同的是 张女士没有旅途的愉悦 更多的是四处张望的警惕 让张女士如此紧张的原因 是在她的包里装有五千元现金 和一张存了一万五千元的银行卡 这些钱是她从朋友那借来看病的救命钱 救命钱的安全与否 对张女士来说太重要了 来不得半点差错 正因如此 张女士如坐针毡 谁看她一眼 她都下意识地抱紧怀里的包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不踏实 到了晚上 毫无安全感的张女士 找了个人少的角落 把包里的钱揣到了自己的衣兜里 贴身保管 这一夜 张女士叫也没睡踏实 甚至连厕所都没敢去 第二天一早 列车刚过山站 再有三个小时就该下车了 张女士才渐渐放松下来 去个厕所 但没成想 意外真的就发生了 真是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在列车狭小的卫生间里 就在张女士俯下身子的一瞬间 自己小心保护了一路的钱和银行卡 却从兜里划了出来 就这样被排屋口吞了下去 当时我都 当时都傻了 张女士赶忙去向列车员求助 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掉出去的钱 能找得回来吗 因为张女士的钱 是在列车刚刚离开泰山火车站 不久后掉落的 在接到K101列车发出的消息 泰山站立刻展开了一项救钱行动 刚准备下野班的客运主任裴洪珍 很快带着工作人员王中心 进入了K101刚刚路过的轨道 妹妹车长是开车前多少分钟 她说开车五六分钟 当时考虑说也说认为不会非常远 所以又在出去车站也估计在四五公里左右这个位置 泰山站的下一站是洪沟站 裴洪珍估算张女士掉的钱 一定在这两个车站之间 然而找了一会儿 两个人就有点傻眼了 像这种桥梁 大大小小也经过了那么三四座桥梁 你像这样的桥 这个一边是公路 一边是河流 掉到河里边去 被水冲走了 那就更找不着了 从泰山站一直到洪沟站 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找了一个站间去间 仍然没有看到丢失的险金 经过与列车长洪沟站 以及洪沟站的下一站 北极坡站联系和分析后 他们推断钱也许掉在洪沟站 与北极坡站之间 哪怕走到北极坡站 也不能放弃一丝希望 此时正是上午高峰时间 一列列火车从两个人身边呼啸而过 两个人一边躲避着身边的火车 一边找钱 从洪沟站继续向前 又走了两公里 终于看到钱了 没有吃早饭 走了十多公里的疲惫 在两个人看到钱的一瞬间 全没了 看下钱了 真是非常心肥 非常激动 随后更多的钱 也一张张的出现了 王中心仿佛也忘了 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 看下钱搞定了 跟人家找到 跳的时候都没在意 线路边上有 边上那些树身上的什么的 护网的外边 这个护框上有 这一风一带一刮 比较散 说前面走 体力累啊什么的 都地板也感觉不到了 然后那俩借着往前一卡 看下他那卡来 湖布三个小时 十二公里 避让了四十多趟列车 裴洪珍和王中心 终于为张女士 找到了救命前 三千七百多元现金 和一张银行卡 找回来五千块钱 找回来三千七百块钱 其他确实也没办法了 其实我们也其实也不感谢 爸 师父谢谢你 谢谢你银行卡 师父 我不能拿那么多了 拿不去你不拿 整的我拿 你帮你签 我真的谢谢你 我真的谢谢你师父 在轨道上找东西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哪只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说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常事 而且钓什么的都有 有这种排五口的 都是老式的绿皮火车 伴随着换代升级 相信这样的故事 会越来越少的 可是火车改不改 咱不好左右 咱能左右的 就是自己粗心大意的毛病 您说您一粗心 一不留神 自己多着急 给别人多添麻烦 这出门在外 可得小心 哪怕这种天下乌贼 那么一天 没什么可防的吗 有啊 就防自己的粗心大意 我还不留着急 我还不留着急